喂!Hello! 想問一下 復活節裡面 你知道耶穌是誰嗎? 知道的 知道的 你覺得祂是誰呢? 祂就是一個高過我的存在 但經常聽到祂的名字 都是我經常接觸到的一個人物 不是 不是 是人物 陳先生 我想問耶穌是誰 是聖母的兒子耶穌 陳先生 我想問耶穌是誰 耶穌當然是外國人 聽過名字都知道 耶穌是我認識的 你不要欺負我 耶穌是誰 還是耶穌是我誰 耶穌是誰 或者耶穌是你誰 你喜歡答甚麼答甚麼 有些宗教說祂是神 有些人說祂是人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都沒見過祂 小姐 我想問耶穌是誰 耶穌就是救世主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罪人 只有耶穌才是一個聖人 但又是人的身份 又是聖人 又是神 你有你的復活 我繼續我的忙 但假如有一天 我們在天國遇到 我們會 天國等等 耶穌復活關你甚麼事 耶穌究竟是誰 耶穌釘完十字架之後 是否真的死了 不知道 是吧 I don't know 即是怎樣 Oh my Jesus 到底發生過甚麼事 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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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l Radio Soul Podcast 復活節特插 到底Jesus 發生過甚麼事 C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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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戴定頭盔 所謂職業無分貴賤 我不是要歧視目將 不過你當我是耶穌當年的細叔伯 街坊親戚 看著這個小朋友大 誰不知他突然在30歲那一年 跟全世界說 我是耶穌華的兒子 我要拯救你們這班罪人 是否有些問題 你沒事吧 你昨晚發夢 你是吃錯藥 你OK嗎 我寧願你一出生就跟我說 你是尼聡 好過你30歲那一年 無端端跟大家說 我要來拯救萬民 爸爸不是特務的嗎 為何你無端端變了舊世主 其實古往今來 都有很多人 自稱是舊世主 多到不得了不得了 不過我欣賞他們 肯扔些錢 搞搞image 走出來有些氣勢 有些自信 不過 聖經是怎樣形容耶穌的 沒有錢 沒有身份 沒有地位 還要養衰 因為無家形美貌 嗯 是呀 不過我有聽過 有些巴打在網上說 以現在這個世代 去看回耶穌 其實他有點像忍者 日本那些 是呀 你想一下 他走了很多神職 他又會在水面行走 他還不是輕功水面 是六師弟 沒錯 還有五餅二餘 你想一下 以現在的科技 他可能會忍生 或是分身術 所以把很多東西 去派給其他人 嘩 好厲害呀 對呀 所以其實他某程度上 可能是用一些神職 歧視 去令人吸引他們 有些人覺得 他只不過是一個 狂義的宗教分子 所以施打 在你的角度來說 你覺得耶穌 只不過純粹是一個人 甚至乎 好像日本忍者 那樣的一個人 而不是神 嗯 或者這樣說 他可能是一個 很有智慧的智者 即是有些人 用現在的科學 或是科技 就會這樣想耶穌 嗯 讓你這樣說一說 我突然之間 覺得你很有道理 因為我們揭一揭聖經 除了耶穌 他懂得施神職之外 將水變走 你會發覺很多 異教的術士 人家都懂得做 人家甚至乎 是模仿得比你更好 他都懂得 將之象變成蛇 不只是耶穌才懂得做 會不會是染眼法 會不會是找妹妹 在後面做些什麼 好像Demossus 某程度上 只不過有些人覺得 這是耶穌包裝的工程 令到他很熱衷於宗教 所以就好像剛才斯達利那樣說 我如果是當年的法利賽人 文士 無端端見到一個人 躲起來40天 然後走出來 無端端在做這些事情 我都會覺得他是不是有些問題 其實是沒有什麼說服力的 而且是沒有太多的證據的 我撇除他是不是一個虛構的神話人物 我當他真的是一個人 最近看Netflix 看到我的陰影 說很多異端 其實很多異端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偏才偏識 但我們公平一點看 聖經真的沒有一處說到 耶穌用什麼行動 或者用什麼事情 去偏偏偏識 但如果他不騙才騙色 其實我會更害怕 因為他是一個精神失常的人 嗯 即是怎樣 自我催眠 他自己覺得我就是耶穌華的兒子 我沒有騙你們 我真的這樣認為 對呀 即是跟自己洗腦 然後走出去跟其他人洗腦 而洗完全部人的腦 而令到所有人相信他 如果你是一個騙子 你是一個神棍 我真的可以兜頭罵你 但如果你是一個精神失常的人 我怎麼好意思罵你 對呀 另一個角度 我知道有些穆斯林 他們的想法跟我們很不同 他們認為耶穌是存在過的 但是他是一個真神猜下來的先知 一個比較有智慧的人 他不是神的兒子 他是沒有釘過十字架 他是沒有死過 也沒有復活過 不過他只是被人提起了 升了天 而他是會回來的 但是他來的目的 為什麼要在這個世界呢 就是讓我們這些人 那麼痛苦 可以有一點點的甜頭 暫時令到我們 脫離人間的痛苦的迫害 我總結一下 私達 剛才你說的 首先他一定是個人 他是先知 先知即是說 他知道神想跟世人說什麼 有這個超能力 而第三 他真的會升天 而且是過了死亡的步驟 不過他不用死 他沒有釘過十字架 可能覺得十字架 是應該有替身幫他做的 哇 Amazing 而最重要是 他知道我們活在世界實在太痛苦 所以他來到這個世界 就是給我們一碗心靈雞湯 威植一下我們的心靈 沒錯 只是暫時而已 很舒服呀 這樣聽完之後 為什麼說很舒服呢 因為很多基督徒 包括我們自己 都覺得你不信 你就要落地獄 但如果反過來 好像斯大利這樣說 他是帶給我的心靈的安慰 我信不信 其實也不要緊 因為他是不是人 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帶給大家一點點快樂 我不知道 在聽節目的你 你覺得耶穌是哪一個人 我們爸爸的年代 特別在香港殖民地生活的人 上世紀因為很窮 你發覺教會是不停去買地 去起學校 又或者是送牛奶 送餅乾 送耶穌得水牛 yes 信耶穌不會餓 所以你會明白 為什麼這麼多年的人 可能受了恩惠而信耶穌 但你信耶穌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是人啊 他是神啊 還是可以求人物呢 還有為什麼只是耶穌這個人 這麼有爭議性呢 不如聽聽牧師怎麼說 又好 我是姚牧師 對這個問題有這樣的看法 這一世紀 仍然有人說耶穌 到底是騙子啊 瘋子啊 這個是神的兒子 說他是騙子 因為有些人認為 他的教育和奇跡 只是為了吸引那些 跟著他的人 以及得權力的人 說他是瘋子 有些人就認為 耶穌可能患有某種心理疾病 或者精神障礙 導致他的言含舉止 看來很古怪不合理 但是很多比特徒相信 耶穌是神的兒子 在他的教育和事蹟 他的死亡和復活 是為人類贖罪 使人類可以得永生 無論人對耶穌的體白如何 他的世界影響是不能否認的 我有幾個理解 第一 耶穌是神的兒子 不是騙子瘋子 這是聖經很明確的教導 阿里方十六章十六節 使徒彼得回答 這樣說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這個真理 也在我們熟悉的 三章十六節 得到確認 神為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要一切順對的不前面 何反得永生 另外耶穌的生命事跡 在歷史裡面 也得到說法的認可和尊重 就算不是基督徒 很多人都承認耶穌是一位 永大的教師和先知 第三 耶穌的教導 是強調愛、寬恕和仁慈 這些價值觀 在今天整個世界社會裡面 是非常重要 幫助我們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最後我想和大家說說 信仰是一種個人的選擇 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利 自由地選擇自己的信仰 和成果應該尊重其他人的信仰 不是觀點 我謝謝大家 沒有看到 我們不見得到 我們不見不見 閃開 我可以… Мы不見得到 我們不見得到 道市場 出品 將會